今天我們一起做山斑魚湯 我已經很久沒喝了 山斑魚很漂亮 因為最近或一向都是 如果手被淡水魚刺傷 其實很容易有細菌感染 所以這次我小心了 哇,今天這塊靚豬肉 沒得定啊 先幫魚去山斑 我一向都有做的 今天有點小心 開大水 首先滑兩條魚 你看全程都沒有鬥過 我想我應該不會受到任何細菌感染吧 其實你不會被魚鰭刺傷 基本上都沒什麼 沖洗澡 其實就不用像我這裡煮熟 拖拖它可以 不過我為了要在視頻上展示給大家看 企理衛生 所以好像煮多了 反一反條魚 總之它所有地方都被熱水拖過 這樣它可以脫掉全身的瘡 完成,吃過麵 好,拿起身 收工 我還會做這個步驟的 就拿些生粉 幫它擦一下身 這些是生粉 來的 有些人就會拿鹽 其實我都戳了熱水 所以就不用了 去散其實也有很多方法 你也可以參考我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比較 即是如果我們這些 師奶仔 又不想弄到整個手 吵架 其實拿那些 即器的膠袋 拿去這樣 削下削下 膠袋 亦都可以幫她的身 刮走那些瘡 這個方法都很好用 如果你想教工人去做這個方法 亦都想保護她的手 不用受傷 這個方法都很好 有些人就喜歡 戴著一些厚一點的膠袋 但我經驗告訴我 如果他們的旗 比較尖的話 膠袋都可以刺穿 我因為都很久沒有做這個魚湯 但想起 如果這個天氣上滋潤一點 其實三班魚就好用 我希望下一次 我的視頻裡面 就會出現另一種魚湯 我是經常喝的 我會分享給大家 你記得留意 按鐘仔 看我這個視頻 我就不幸運了 脫了頭 不過說真的 頭我都不想要 因為它有點醜樣 OK了 脫光了 頭又沒有 尾又沒有 好 好 找一塊靚姜 起個靚鑊 起了個靚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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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鑊 都叫做熱 不是 是很熱 今天先煎香一下這兩條 不要介意脫頭脫尾 天氣 反正都是煲魚湯 那两条鱼肯定是丑样的 但今天似乎比较丑样很多 不要紧,如果你们有什么留言 留下告诉我,让我进步一下 虽然三条鱼有很多功效 但始终这类淡水鱼吃很多抗生素 所以我已经有一段很长时间,少喝了 不过偶然喝来滋润一下,我又觉得很值得 好,完成了 我们来一些煲汤袋 那些煲汤袋,我们会拿去煲一下 叫做消毒 那大家看看我这块靓猪肉 这块猪肉就是本地当口 猪肉在香港来说,大部分都是香港本地汤 而这个街市就是卖这种靓猪肉 所以我都很喜欢阿伯伯 我都买了好几十年 他没有这种泰国猪肉那么温柔 但他出的辣椒东西也不少 所以都是要在水后冲水之后 才可以回来这里准备煲汤 至于这条鱼,脱头脱鱼 不要紧 反正他们一会落到煲 我们都会继续弄烂 我们下了个煲汤袋 我都算是熟手技工 你看一袋就搞定了 还要切干锅 还要和它打烤烤烤烤烤 ok 来了 我做的这个汤头 然后放了肉和鱼,来开始大水煲 这个汤要两个小时才够入味 如果大家准备时间,那里也要半个小时 我这堆菜已经去农药,又去病毒 回来也要冲一下 这些西洋菜简直是滋润之宝 水滚,下菜 我的煲可能比较矮,所以我这次下菜也分了两手 这一餐西洋菜,其实是很好吃的 而且吃得更安心 以前我家没有那些臭氧消毒机 其实我浸洗西洋菜,我起码都要浸两个小时 但今次就比较好一点 一个小时 而且它可以帮我去农药,我也觉得很好 好,第二手的西洋菜也放进去 西洋菜煲三斑鱼 最理想的就是加2个陈晨 加1粒蜜棗 和1粒毛花果 你看它多温柔 只是这个汤这样的样子都告诉你 你喝了会怎样 是很純 很舒服 很热 这些就是西洋菜加三斑鱼的效力 这些猪肉是用来钓尾的 今餐这个猪肉我都满意的 慢火2个小时 完成了 我的汤是很干净的 我想主要是因为那块猪肉 它那个飞水做得好 在煮的过程间 不时你可以拿一个煮壳 拿去压一下鱼汤袋 让它鱼里面出些味 提提大家 这东西是释除尊便的 因为我没有放到鱼头 所以它的味道没有那么浓 如果大家不介意喝完鱼头的话 你可以放在鱼头上 但是我有一点害怕 因为鱼头的样子比较臭 所以我一直都去鱼头 但你没必要跟我一样 这个汤最理想就是整件事就是一个汤底 你可以有很多的配搭 有些喜欢放红萝卜 和合掌瓜 和蓝不幸 这个汤又有另一个层次的丰富感 所以这个基本是留下给大家 至于上面想加多少东西 就算加鲍鱼、响螺 其实它也可以 西洋菜汤最开心就是 煮完之后 那些西洋菜全部都可以吃完 为了可以西洋菜不用夹骨 其实煮汤袋在这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有了煮汤袋 那些鱼骨就不会变成菜碎 那你的小朋友吃的时候就会安心很多 其实这个汤你也可以再炖煮多一会儿 但是今天我又觉得两个小时已经很够了 而且这个汤喝了也挺好睡的 好, Bon Appetit 煮汤正啊 逢星期二、四、六都会出片 手行亦都会出片 如果大家想陪我一起 休息一下 记得按下小钟 在一起 红柠檬 坐下 后一次 小宝珠 平安 在下